而趕到通天民宅裡面 一名中年男子全身僵硬 明顯死亡 疑問竟然是發生酒後護殼 打死人 事發在3號晚間8點多 死性死者到民宅拜訪多年好友 謝姓屋主 喝酒聊天 卻爆發激烈口角 兩人徒手護殼 喝酒喝到挥拳大打出手 死者當場倒地昏迷 但嘴裡還念念有詞 謝姓屋主怕他著涼 幫忙蓋棉被 但4號一早8點 發現死者身體冰冷 沒有呼吸心跳 頭部瘀傷 出血 已經明顯死亡 且頭部有多處瘀傷及出血狀況 以無生命真相 員警立即封鎖現場 並將謝姓屋主帶回厘清案情 酒後護殼突然睡著 一覺醒來卻變成冰冷遺體 死因太離奇 但死者頭部有多處瘀傷和出血 檢察官還要相驗離行死因 而謝姓屋主以私把朋友打死 則被依照傷害致死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來文章王書宏台南報導